巴士和臨時清盤人德勤達成協議後 今天重新聘請160個已經被遣散的員工 不過員工就要簽署文件 定名在下個月2號之前 不可以追討之前的欠伸 路易報導 投資者蕭榮斌的代表毛宜德 早上11點多到達亞視廠房 多名員工乘坐穿梭巴士繼續上班 根據臨時清盤人接納的方案 投資者蕭榮斌星期六之前 要重新聘請160名員工 以維持亞視營運和廣播 直到4月1號牌照期滿 有員工下午回到亞視重新簽約 並獲發相當於一個月人工的現金 我等錢勢 做了那麼久我都不覺得 自己做不好自己那份 我自己給到自己的信心 我在這裡做我覺得OK 但自己覺得這裡做得肯定的 其實我沒什麼害怕 據了解 接受聘請的員工 定名即日起受僱 直到4月1號 投資者蕭榮斌旗下的 中國文化傳媒 會發放3月份的薪金 如果留守到4月1號 就可以獲發多一個月的人工做獎金 但涵件定名 不可以在4月2號之前 向亞視或臨時清盤人 追討之前的薪金 但可以從迫欠基金 申請欠薪的賠償 對於亞視仍然拖欠員工1月和2月的人工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說 不排除會從法律方面追究亞視的責任 張建宗又說勞工處暫時收到280位前亞視員工 要求申請拖欠基金 佔總員工的數目超過一半 那TV記者路易報導